民国的美女,就像是割不完的韭菜,一茶接一茶。 其中言人美就是美女当中比较出色的那一个。 当时传言有人聚集在她家门口,就是为了看她一眼,由此可见她的美貌有多么的惊世骇俗。 很多了解她的人也许会说,她只不过是长大之后,长开了才如此的好看。 但在刚出生的时候,可以说是丑陋到了极点,不仅没有头发,面板还不好,总之看一眼就想扔掉的那一种,是后来家庭条件不错。 去了英国之后才治好了这种病,言人美的祖上赫赫有名,个个都是大人物,家庭环境很好的。 她从小出身高贵,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 但是可惜在她六岁的时候,母亲去世了。 父亲为她找了一个继母。 当时她的奶奶担心小小年纪的她,受到继母的磕带。 于是将其接到身边照顾。 长大一点之后的她,接受了西式学校的教育。 人也长得越来越漂亮。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。 五官也十分的精致。 在当时拥有这样长相和家庭,以及气质的人并不多。 一度她成为全校矚目的女神。 所以在她幼年时期的学校生活很愉快。 但是当时家里出了一个事情。 家族里一个接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女孩,不愿意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。 一度选择逃婚。 她的这种做法,让家里觉得颜面扫地。 父亲很害怕颜远美走家族女子的老路。 于是劝其放弃学业回到家里。 当她并不愿意接受父亲的提议。 并且寻求祖父的帮助。 但是祖父这次并没有帮她说话。 回家之后,她就被许配给了满家公子。 曾经绝食抗疫。 因此也患上了肺病。 所以只能来外公家进行疗养。 年之后她知道命运可能终归于此。 才同意了这桩婚姻。 嫁给了买罐粮。 其实两人之间并非真心。 只不过是家族联姻。 所以婚姻生活并不幸福。 结婚之后,丈夫一再出轨, 她也无法忍耐。 所以选择离婚。 离婚之后她并没有伤心。 反而过得很轻松。 一次在上海的街头。 日本军官被她回眸一笑的美貌, 给惊艳到了。 立刻开始疯狂地追求她。 而她并不喜欢对方。 直接拒绝了对方的追求。 但是日本军官一再纠缠不止。 她想尽了所有的办法。 都没有阻挡对方的追求。 于是在1943年,为了摆脱这个麻烦。 她和火柴厂的老板李祖敏结婚。 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。 她乐观的态度,让对方很喜欢。 在抗美援朝时期。 她试试第一个号召企业家监款。 购买飞机大炮。 维护我国权益的人。 直到今天这个爱国的女人依旧健在。 但是已经是百岁老人了。 传言精气神还不错。 每天都在用心思打扮自己。 各种旗袍和浓妆艳末。